6月29号 陈先生在杭州西西路上的 哪吒汽车体验中心 买了一辆哪吒U 花了11万4千8 他说原本店里的报价 还要贵3000块钱 和门店销售商量后 对方想了个办法 要不然就先上非营运 然后可以拿到西湖这个补贴 然后我再给你转成营运 您在买这个车时候 您了解过杭州7月份 马上要实行的这个网约车新规吗 我问过他的 问过他说 我们是新车不影响的 车辆行驶证上 使用性质一览是非营运 注册日期是7月12号 关于新车上牌的过程 陈先生是这样描述的 我一开始的时候 他一直在推着我上牌 开了新车我回一趟老家 我那个时候没有载 我说要不然再迟两天上牌 后来到了7月12号 然后我去车官所上了牌 上了牌之后 也就7月12号帮我申请了 大概在7月18号的时候 他跟我说申请没有通过 因为这个做营运的必须是准新车 就是说没有上牌的 直接上营运 在杭州市交通运输局的官网上 记者查到了7月17号开始正式实行的 杭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技术标准 其中提到申请用于网约出租车的车辆 必须符合五个条件 第二条中注明虚为出厂新车 也就是说像陈先生这辆上过牌的车子 在7月17号之后 是无法申请成为网约出租车的 陈先生认为是门店销售没有提醒他 临近7月17号办理上牌 会有申请不通过的风险 自己才会大意的 陈先生说面对现在的这种情况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家哪吒汽车体验中心的冯经理回应 买新能源车享受补贴的事情 是陈先生自己提出来的 享受一个3000块钱的一个正负补贴 那么在这个事情上 我们销售也是尽力的去配合 或者去做这些动作 那么也都把这个正负补贴 也都给他补贴下来了 然后要享受这个补贴的话 这辆车辆是要怎么做呢 是要先变成申请这个非云性质 对对对对 要就是先变成一个 就是先上牌那个非营运的一个性质 完了之后的话 再转变一个营运车辆 因为在这个就是新规出来 7月17号新规出来之前 这些事都是可以自己操作的 微信聊天记录显示 门店销售7月3号提醒 17号以前陈先生要抓紧了 7月23号 这位销售又回复陈先生 得重新申请 17号杭州新规出来了 以前没批的指标都作废了 3号 然后6号 然后这个8号 9号 10号 这些都会有跟他在沟通 尽快的赶紧去办理这个营运 就是营运证 上买手续 也一直在这个催促 陈先生这边 那么一直就是 可能也没有特别引起重视 就拖到了7月10号 把那些牌照上好了 之后才去做这个 网页车的一些指标的一些申请 那其实这个时候呢 就已经相来讲是已经晚了 就是比较厚一点的买车的客户 都只要在前一天申请的 都已经下来了 所以他的这个申请没有通过 对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时间上就卡在这里 这前期就是我把那个油车给卖了 然后你不能用两个车子吗 是吧 我有一个车子开开就好了 然后这个车子卖呢 我说杭州这个油车指标 不是还是挺好的吗 我说过两年再买一个油车是吧 然后想把这个油车指标 放在这个新能源车子上 之后以后再买 我卖这个车子 这个二手车上迟迟没有过货 但我等不了了 然后他也跟我催促我 冯经理表示 之前他和陈先生沟通过一个 处理方案 想要把车子卖了之后 再找我们买一台新车 然后是否让我有点一个政策 那么我也给了他一定的一个政策 大概的话 就是已经是六七千的一个 比外面的一个客户多了 这些政策了 一卖掉的话 我这个车子的亏损的太大了 我是本想我是这个车呢 那我这个车这个店呢 给我回头过去 最后陈先生表示 他要跟家人商量一下 再决定如何处理这辆新车 188黄金眼 记者报道